那仨是怎么样了 早就查到 扇子飞公司了 信得过 老大 那仨跟了我 不知道 多少年的兄弟 你就放心吧 回家查 卖了 买给一小兔崽子 出国了 你再卖一下 爸 还没谁呢 杉丹丹 咱 咱是冲着扇子飞去的 你 你老对着 对着她那丫头 是 是什么劲呢 这叫调虎离山 你想 这是扇子飞 要是知道她闺女被骗了 你说她还不一门心思地 得扑到那边去 她还有心思 管咱们这家的事 也对啊 有道理 来 是吧 让你叫大哥 不能摆一叫是不是 对对对 老大 出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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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天天用这种方法恶心我 你看 没准现在又不知道 砸谁的车呢 讲多了 讲多了 姑娘 这钱呢 要不要我都给你吧 姑娘 请回吧 你干嘛呀你 你先等会儿 你这死在我面前 算怎么回事啊 你欠高利贷四十万 你这上下要死了 你爸怎么办啊 你不管你爸了是吗 我今天再不还钱 他们就要弄死我 我哪有功夫管我爸呀 就让我死了吧你 你先等会儿 你这儿不是还有家宅子吗 你刚才上来的时候看见 医鸭厂了吗 对啊 那医鸭厂跟着宅子 那都是我的梦想啊 我以前是学设计 我曾经有个梦想 就是把这片大宅子 设计成一个 环保绿色 农家 生态园 可是现在 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我这梦想也没了 那你把它卖了不就行了吗 我买给谁去啊 我今天就要这四十万 不然他不就宰了我 你会让我死了吧 你先下来 四十万是吧 我借给你 借给我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你一个小姑娘 在说现在骗子这么多 我要这拿了你的钱 我 我 我还不如我死了呢 你行了行了行了 你让我死吧你 你行了你先下来 你先下来 我买 我花四十万买行吗 你买 我这宅子 一百多万呢 一百万我没有 我四十万现在就能给你 行 那我就卖给你 但是姑娘 现在骗子太多 我给你签个合同 万一以后有什么问题了 咱们有凭可拒 行吗 行 你先别哭了 你们这儿 附近有银行吗 那边有两个银行呢 走吧 等等我 我 行啊 祖未来 你那儿歌舞生平 乐不思蜀 你到底还回不回来吗 回来回来 你一发话 随叫随到 马上订票 你听着我在影子 你这事吧 办得就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 你合同也签了 是吧 钱也打了 你现在想毁约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啊 你能向别人证明 你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我不是 就这么说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就这么一双 你 我不是 咱们 我会不会 你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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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本情不见 再大点事 我不用手机就能听见了 谁啊 没人没人 就为酒吧带善的 祖辈来 坦白从宽啊 都知道你名了 还想对组织上隐瞒不报的 真不是什么人 就一路人 你别着急啊 有什么事啊 奶奶不在家 你就找红颖 听到没有 我一定尽快赶回去 一回去就去找 行吧行吧 那你喝吧 等你回来再说 就这样 拜拜 这儿有个酒吧 你说你干吗老跟着我呀 我没跟着你啊 别再跟过来 听到没有 来 贝勒 别跟着我 我没跟着你啊 贝勒 贝勒 小雨啊 我那房子 不要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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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问题的 那个 卖房子的人叫贾东升 他前后脚 把这房子卖了两遍 他用的还是贾身份证 根本没这人 卖了两遍 没有这个人是什么意思 这儿一骗子 把这房子卖了两个人 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这事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 我买破房子这事乱花钱 我爸可能还不会把我怎么着 关键 这就是被人骗了 那他肯定又得抬出 二十二条家规了 这是二十二条家规的事吗 你这不让你败气死 小姨 你快想想办法呀 这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的脑袋都想破了 当务之急是 先把这事给摁住 千万不能让你爸知道 对吧 不管怎么样 这事一定得拖到奶奶回来 这我就想破了好歹 单单 来了 朱姨 救我 怎么救 大死也不能说实话 千万不能说实话 沈楠楠 爸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电闪雷鸣 我一看又下雨啊 我去找你去了 找你去了 我 找我 嗯 为什么不打我手机呢 我手机没电了 没电 没电了 然后去哪儿找我去了 我这 我昨天就沿着这个路 就一直找 我就找啊找 找啊找 爸 你太难找了 找不到啊 对 你干什么 灯灯你回来了吗已经 你先坐 你要不要喝点水 来 来 给你爸倒水 来 来 来 回来 找啊找 找啊找找找到哪儿去了 你昨晚去哪儿了 十二点都没回家 是不是又跟那闹闹出去了 对 你去哪儿了 甭狗 甭狗打厂 甭狗打厂 我知道 你的目的想门控过关 我昨天晚上去哪儿 跟谁在一起 完全可以给你们解释清楚 但是跟你现在的问题 毫无关系 糟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啊 你跟谁在一起 为什么一宿不回来 怎么没关系了 我一想到你跟那闹闹在一块 我就生气 我 我 我就 我就在那个 马路边上我就哭了我 哭了 这 我这一夜 你再问他 啊 妈 我一提到那个闹闹我就 不行 不行 怎么了 不要给我看看 我看看 小姨 你跟我说发烧了 可不是啊 烧了 是吗 我来摸摸 你摸了眼烧 他现在得得得回屋休息 我回屋 我扶你上屋休息啊 站住 他可以回去 你留下来 我 我得给他倒水什么的 对吧 你 那 你陪我爸再聊会儿啊 我先上去 你 你 你注意休息啊 来 来 来 他小姨 坐 来 你 闹闹这事 你跟他解释清楚了没有 我解释什么呀 让我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在你们家 穿着你的睡衣 解释得清楚 不是 闹闹是你的人 是不是 我从你那儿借着闹闹出来 那理由你还不明白吗 不就想在他们这辈年轻人身上 取点经验吗 那谁知道你目的单不单纯呢 我犯你太蠢了 跟我说这种话 那你那个 今天开会开得怎么样 你不是招了几个保安吗 行吗 那几个年轻人 有几个还是挺优秀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展现话题吗 要不然说你青红 你毫无前途了你 这跟我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啊 这样 我决定啊 今天晚上你不要回去吧 就在我屋里睡吧 在 你屋睡啊 那手机拿过来 叫我出来 还要拿我手机 刚才你们俩演的双黄年 很精彩 我告诉你 我一句话没听过去 坚决不相信 你信不信 我早晚都能查出来 这个善丹丹 昨天晚上去哪了 跟谁在一起 为什么一宿不回家 你现在下楼到我屋回家去走 去 你窝 去 你窝 那 那你窝 什么 你窝 什么 你窝的 你睡在窝窝 我就睡在一个客厅里面 你们想窜窝 没门我可告诉你 我睡觉可清了 走吧 站起来 干吗那么凶啊 你睡在窝窝 那你帮我手机还给我去 不可能 那我能穿你的睡衣吗 只要你认清楚方向 站在我这边 我还有睡裤呢 什么 狐狸还想跟猎人斗 真是胆子大了忘了害怕 那你干吗非得赶尽杀绝啊 我告诉你 我要是你 我现在就去公司 把公司的事处理好 处理好什么呀 我女儿就是我最大的事 我忙活半天还不全都为了她 问题是人和人之间 那也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你都不懂啊 你说你什么事都得弄一个黑白清楚 有什么可弄清楚的 难怪你和丹男相处不好 你给我闭嘴 你这是在为你所犯下的罪恶行径 在找借口 我犯下什么罪恶行径了又 什么就说什么 发烧了 头疼了 你以为我傻子呀 这是包庇 纵容 加撒谎 这完全是对我的背叛行为 罪不可赦 问题是 你凭什么让我对你忠诚了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都这么多年了 你 我们俩在一起都这么多年 怎么了 说呀 怎么了 我懒得理你 去 这丫头原来跑这儿养鸭子来了 好样的 你也觉得这事好啊 那就好办了 那个 有一个事吧 我怕你生气 一直没敢告诉你 我现在没事了 我 我就跟你说吧 说 说呀 不行 别着急呀 主要是这样的 我 我觉得丹丹弄个鸭厂挺好的 但是呢 丹丹他们买 买这个鸭厂 不小心让人给骗了 那个骗子把鸭厂卖给丹丹之前 还把这鸭厂卖给另外一个人 而且他们签的合同都是无效的 就是怎么样的事 这是小事啊 我问你 那另外那个买主是谁啊 另外那个买主 丹丹没跟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就没出现过 没出现过 丹丹跟我说了 卖鸭厂给他的那个骗子叫 甲东申 对 甲东申 对 甲东申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消失了呀 就是 你这事什么时候知道 我 我知道的也没多久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 你第一时间不告诉我 我 我敢告诉你吗 你都花这么大脾气了 而且你当晚不说这事挺好的吗 养鸭子好 好个屁 跑到这儿来 养鸭子来了 他真会丢人现眼 丢人现眼的好 怎么还不是自主创业呢 蛋蛋 我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这事让我打 像不像样的 突然让我想起了 过去的大堆步嘛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既然你都看到了 那我也不瞒你了 我把这鸭肠满了 我先去找找老板 你是这儿的老板 我怎么听说这块地 有俩地主啊 而且我还知道 卖你地的那个人 叫贾东生 是吧 小姨 你不是我说的啊 是他猜的 名都能猜出来啊 那行了 别瞅这个 你明明知道自己被骗了 你还死呆在这儿 你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我被骗了 但是 我一开始买这鸭肠 是为了跟你赌气 但后来我觉得不一样了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安安静静的 属于我 还有我那鸭子们 你放心 你那四十万算 我借你的 我会还你的 哪个小孩出来 没被别人骗过呀 不是 你是不是 我反对做什么 你谁也要做什么 明明是人家要做什么 你反对做什么 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你这在哪边你 我告诉你啊 先甭提这四十万不四十万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家 我不回去 为什么呀 你有小爷和奶奶 我那鸭子只有我 我鸭子要饿死怎么办 我得为那一千年鸭子负责 你为鸭子负责人 那我们呢 你愿意跟鸭子过 不愿意跟爸爸跟奶奶过 你别在这儿胡闹好不好 我胡闹 我正经做生意 我胡闹什么呀 我不回去 你不回去是吧 行 我抓你回去 我不信老邝 快点 快快快 这边 都跑了 快点 快点 跑 给你跑啊 不要跑 这是我的地儿 我们下期再见